2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2015年招生,录取考试大幕拉开。 报考的24626人次,将向着10个艺术类本科专业的489名招生名额发起最后冲刺。 其中录音系、管理系和动画学院的专业考试在今日进行。 三小只演唱歌曲《青春修炼手册》进入录音系专业考试的考题。 在录音系的专业考试中,学生需根据考场所播放的音乐进行答题。 从北京电影学院官方微博发布的考试现场视频来看。 当红组合三小只演唱的歌曲《青春修炼手册》成为录音系考题。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这一旋律在考场中响得欢快。 除青春修炼手册之外,崔剑演唱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李宗盛演唱的《山丘》以及歌曲《红艳》、《贝加尔湖畔》等,均未列考题之中。 《活色声香》自开播以来,便受到广泛关注。 收视一直稳居榜首。 因主演颜值高,而一直被誉为粉丝天平大剧的《活色声香》, 在逼近尾声之际,再一次走上了高能反传之路。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李一峰领衔众主演又将黑话升级。 更是腰捆炸腰包,登场与众人为敌。 例证不仅有颜值,演技更加可圈可点。 得到不少观众的一致好评。 韩国女子组合少女时代在经历了郑秀妍退队后, 将在何时回归一直是众多粉丝们关注的焦点。 据悉,少女时代的成员们,目前正分别进行着个人活动。 成员允儿目前正在中国拍摄, 将于今年8月播出的电视剧《武神赵子龙》。 而成员泰妍则在结束了小分队的活动之后, 再次为后辈女子组合, 韩树成员刘一云的个人专辑进行了伴唱。 成员全右立于李顺归, 则正集中拍摄综艺节目。 成员黄美英日前参与了电视剧的录制。 成员徐贤则正出演音乐剧。 除了她们之外, 其他成员也纷纷在度假或是拍摄广告, 以及写真等。 由此看来, 少女时代的正式回归, 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虽然少女时代将于今年4月, 在日本推出第9章单曲, 并进行相应的宣传活动。 但这也只限于日本。 对此, 所属经纪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少女时代在现阶段更注重于个人活动。 她们正在电视剧、 综艺、 音乐等多领域进行活动。 虽然有在韩国推出新曲的计划, 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成员们也正进行个别活动, 因有很多等待她们的粉丝。 所以少女时代会尽快以全新的面貌与大家见面。 另外少女时代前成员郑秀妍, 去年9月退出后, 目前正在中国内地, 以及香港地区, 以自创品牌首席设计师身份出席各种活动。 11日晚, 央视网络春晚, 明星璀璨, 聚集了韩团, 蔡林, 张信哲, 魏晨, 郭彩杰, 三小只, 郎郎等中韩明星。 相信很多四叶草门都看了直播, 是不是有种千呼万唤时出来的感觉? 即使电视上已经播出, 但是是不是仍然甚是怀念呢? 小编总结了, 酷酷的一阳千玺, 一些现场照片。 让我们一起来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19日晚上9点, 娱乐评论人于公子爆料称, 郭敬明和朱紫霄旧情复燃, 并晒出仪式两人聚餐的照片。 该微博写道, 郭敬明和朱紫霄旧情复燃, 两人被拍到现身某餐厅用餐。 朱紫霄坐在小四左侧, 一脸傲娇。 陈老师已哭晕在厕所。 这让朱紫霄、郭敬明、 陈学东之间的同性包养碑文, 又推到了风口浪尖。 10日凌晨1点, 郭敬明澄清此事称, 照片只是公司年会。 写道, 转发已经超过500。 按照互联网管理条例, 已经构成虚假诬蔑。 昨天是我们公司年会。 照片是我们公司全体用餐。 照片上旁边的男生是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胡先生。 24小时内如果你不删除, 我就进入司法程序。 然而一直到小编编导之时, 于公子都没有删除微博。 据韩国报道, 近日张纳拉所属的经纪公司透露, 张纳拉近日在北京拍摄了一组身穿传统韩服向粉丝拜年的视频及照片。 公开的照片中, 张纳拉身穿华丽的韩服, 面对镜头微笑摆出韩式拜年的行礼动作, 显得优雅端庄。 张纳拉在视频中表示, 祝愿大家新春快乐, 2015年好事成双, 家庭幸福心想事成, 身体健康, 加油! 我会祈祷的。 王祖兰和李亚南举办教堂婚礼, 接受亲友的祝福。 14日中午12时45分, 钱佳乐、钟佳新、 陈立香、 孙耀威、 蔡绍芬、 张晋等先后提前到场彩排。 在蔡绍芬、 张晋、 邝文俊、 孙耀威领唱下, 全场齐唱全因为你, 王祖兰完全唱不下去, 面对巨大的幸福, 痛哭不已。 据台湾媒体报道, 邓紫棋与旧爱林佑佳, 一次在社交网站隔空对抢钢落幕, 昨日则分享抽血照, 还说医生哥哥太了解我了, 称抽血时拿手机拍照, 可以分散注意力。 而粉丝见到邓紫棋, 似乎身体不适, 才会前往医院, 也留言要他好好照顾身体。 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 最近有报道称, 金秀贤和李敏昊在香港的出演费, 高达458.64万, 引发网友热议。 对此金秀贤, 经济公司的相关人员表示, 我们从未对外公开过出演费, 该报道内容从未向经济公司进行过核实。 李敏昊的所属经济公司表示, 出演费并没有一定的标准, 我们并没有参加很多的活动, 也从未把出演费作为是否出演活动的标准。 相关人员还表示, 虽然曾经有活动开出天价出场费, 但我们会认真考虑该活动的内容、 价值、主题后, 才考虑是否参加, 出演费不具有任何意义。